全国人大以2953票赞成 6票反对 7票弃权 选出新设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由中共中纪委副书记杨小杜担任 64岁的杨小杜原本主管的监察部和国家预防腐败局 在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 将会合并到国家监察委员会 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 2014年杨小杜成为中共中纪委副书记 2016年担任国家监察部部长 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 以及深化国家监督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 2001年他担任上海副市长 2012年成为市纪委书记 之前超过20年在西藏工作 离开前是西藏自治政府副主席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导